歡迎來到卡之歐15分鐘雲端小學堂 15分鐘讓你學習一個主題 心中學習無負擔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下載Windows版 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 我們在電腦上如果要完整使用Google的雲端功能 那我們就得先下載Windows版本的Google Chrome瀏覽器 那經過這次課程之後你就會發覺 在電腦上下載任何的程式 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們要開始之前要請各位先做幾個準備 第一個我們的電腦操作環境是Windows作業系統 第二個 因為我們目前電腦沒有Chrome瀏覽器 所以我們會先使用微軟的Internet Explorer的瀏覽器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 10的使用者 你也可以考慮使用微軟的新版本Microsoft Edge的瀏覽器 那不管你用哪個瀏覽器 在瀏覽器的網址列上 我們都必須要輸入Google的網址 www.google.com.tw 那如果沒問題我們就要開始來我們的課程了 好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Windows 10的畫面 那請各位點選左下角開始鈕 在新版本的Windows 10底下 它這邊一樣有跟以前Windows 7以前的版本一樣 有個叫所有應用程式 請可以把它點選之後 各位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做M開頭的 有一個叫做Microsoft Edge 這個就是Windows 10新版的瀏覽器 那如果你要用之前的版本 請各位往下 到W開頭 這邊有一個叫做Windows附屬應用程式 點選下去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Internet Explorer的瀏覽器 那我們這次課程會使用這個瀏覽器 以符合大家各個版本Windows的需求 那我們就把Internet Explorer的瀏覽器打開 打開之後 我們必須要在它上面這個網址列 這個就是網址列 我們必須要輸入Google的網址 所以我們在這邊輸入 www.google.com.tw 這個好了之後請各位按一下Enter按鍵 這個時候它就會幫你轉接到Google 如果 但是我們這邊因為還沒有裝瀏覽器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下載 這個請各位把這個訊息給先關掉 在這邊有一個叫做所有程式的符號 就是9個點 然後點下去之後 請各位移到最底下更多 點下去 請各位再移到最底下更多Google應用程式 點選之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右上方這邊就一個叫做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 這個時候請各位點選這個連結 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下載畫面 這時候請各位選擇下載 Chrome 然後直接點選它 那這個時候就是一些服務的版權宣告 這邊它預設會將你的Google Chrome設定為預設瀏覽器 除非說你未來就是要以Google的Chrome 為你的第一使用順序的瀏覽器 你就可以保留這個勾選 那如果耳後你要是希望用微軟的瀏覽器的話 那請各位可以先把這個勾選取消掉 那在這邊我們先把這個勾選取消掉 下面這個地方是 你是不是要協助Google傳送一些統計資料回去 那在這邊我們先把這兩個勾選都先取消 取消好了之後 請各位看一下下面這裡 有個叫接受並安裝的按鈕 我們把它點下去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 它就已經開始在做下載動作 好它現在已經要開始啟動了 其實它的下載動作是非常快的 然後現在已經進入了要安裝的畫面 這個時候請各位在這邊點選執行 那這個時候它已經開始在做下載跟安裝的動作 這時候你的電腦會通知你 這個程式 你要不要讓它做執行的動作 這時候一定要選擇是 好那我們就點選是 那這個時候安裝程式就會繼續 然後各位你有看到它現在就會告訴你 它正在下載 然後還需要多少時間 那在整個下載過程中 請各位不要去按到右上角的這個關閉 萬一你不想按到的話 你剛才所做的所有的動作就必須要再重新來過 那我們在這邊稍等它一下 ok 經過我們等待的時間 它已經幾乎下載完成 這時候它會跟你講說下載完成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一個安裝的執行 好這時候它安裝完之後 它就會把它的 安裝畫面給關閉 隨即它就會打開 Chrome 瀏覽器的畫面 各位你可以看到 你的工作列上 它就有一個 Chrome 瀏覽器的 符號 這個時候 會出現一個Google 那如果這些都沒問題的時候 那你的瀏覽器就已經下載完成 好謝謝各位